蒙古人以腾格里称呼最高的天神 他们时代目睹草原尽头白雪矮矮的群峰 就把他们叫做腾格里塔格 意思是天之精灵 因为他们偶尔会从云湖的间隙中 看到一座突出在众山之上的雪白追风 凌驾于周围的高山显得威震群伦 就把他叫做汉藤格里 意思就是天灵之网 登上汉藤格里才有机会望见难堵真面目的天山主峰托木尔峰 托木尔峰山体巨大险峻 直属天际 平常雾所云峰 偶尔看到却是风出云端的景观 顾名天山 他是群峰中的王者之王 没看过托木尔峰 就无法体会天山的雄伟奇幻 一千三百多年前 玄奘法师带着他的取经队伍 从托木尔峰的脚下 横越了天山主脉 进入中亚 写下了佛法交流史上的壮阔史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 提到途经临山的残苦 就发生在这一段旅程上 灵就是冰 灵山就是冰山 也就是说 玄奘法师当年的取经队伍 曾经度过一处大面积的冰河旅行 因此灵山究竟是哪座山 格外让人感到好奇 根据大唐西域记记载 灵山位于从现今阿克苏地区的 巴禄家国到中亚之间 是天山山脉中最为险峻的地区 自旱代以来 就是几条著名的古道所经之处 不论玄奘法师走的是哪条古道 都必须经过灵山这个地方 从现今的地理环境考察 比较符合大唐西域记所描述的 就是位于阿克苏北方的夏特古道 这条古道要经过穆扎尔特冰河 清朝时期以蒙古语的意义 白色冰川 称为穆塑尔岭 当地的地形高峻 险下还生 十分符合法师所描述的 凌山之险 夏特古道是古代北疆和南疆间的主要通道 七元前一世纪的汉武帝时 这条古道控制在漠南大国乌孙的手中 张谦两次到访西域走的就是这条古道 后来张谦说服乌孙与汉朝联合抗击匈奴 乌孙虽然同意 却又希望借联姻以巩固万语 汉武帝答应了 命令系军公主下嫁给乌孙老王 因而让一个出身身宫的鲜肉女子 踏上这条艰险的冰山古道 唐人李奇的古丛军行 描述边塞行军的金虎 写下了行人雕斗凤沙案 公主琵琶又远多 狐焰哀鸣夜夜飞 狐儿泪眼双双落 对照诗境可以凭借想象 细菌公主当时身不由己 天愁地惨的感慨 穆扎尔特冰河的年军温 在零度C以下最冷的时候达到零下40度C 冬天雪深磨顶 夏天雪融之时若飞洪水 即有滑冰 加上到处都是千年不化的沉冰 冰陵冰冻冰塔冰沟 不时还有雪崩和落石 对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西元1977年7月中旬 著名的登山家曾鼠生 在当地的两个小时内 亲眼目睹雪崩120次 堪称九死一生 和玄奘法师所描述的灵山之险 十分吻合 在玄奘法师的传绩慈恩传中 也描述了灵山的艰险 处处有冰块挤压 隆起如小山般的冰塔 造成了许多裂缝及冰沟 底下又埋藏着湍急的河道 急流冲击 正耳欲聋 摧折人心 一旦失足跌入沟中 性命难保 西元2001年8月 乌鲁木骑士登山探险协会 联合上海杭州两地 与穆扎尔特冰河 进行徒步穿越探险考察活动 其中一位资深的户外登山探险家 也是登山探险协会的主席董悟欣 为了探勘前路 在渡河时受困 竟无力自救 其他队员发现后 碍于滩流区的树重河道 以及不断暴涨的河水 极度救援都搞失败 眼睁睁看着武警的冰川 夺去董悟欣的生命 配备齐全 经验丰富的现代探险队尚且如此 1300多年前 玄奘法师所遭遇的艰险 就更可以想见了 不过从穆扎尔特宾河算起距离大青池 长达500多公里 远超过法师所记载的历程 而且夏特古道位于阿克苏的正北 与大唐西域记记载的西北方向也不相符 似乎不是法师真正所取的路线 因此包括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内的多数研究 都认为玄奘法师走的是托穆尔峰西南方 伯达林古道这条接近 原因是从汉朝以来 这条路就是中国人往来中亚的主要途径 对古道的路程掌握得很精确 如果按照唐朝的史料 比方说杜佑的通点 还有旧堂书里面 《地理之》里头 他讲到的林山指的是伯达林 虽然我们现在有学者认为说 有两条通道 一条是穆苏尔林 另外一条是伯达林 那玄奘到底走的是穆苏尔林 还是伯达林 并不清楚 可是如果按照唐朝史料里面 讲到林山 它指的是伯达林 这条古道要穿越海拔 4280公尺的伯达林爱口 不仅严寒刺骨 根据边防驻军表示 当地常有强风吹袭 可以将人、畜、卷到空中 加上部分地质含有硫磺的成分 不时会融去冰层的底部 人处经过时 往往会在毫无防备之下 突然址入冰洞而往送性命 根据唐德宗时期 再向贾丹所筑的四仪道理纪 从位在秋辞的安息都护府到中亚的路程市 先渡白马河到拜城 再到波焕城 也就是现在的阿克苏 向南越过丝浑河至小石城 再走45公里 就到了现在的乌石 从乌石向西北走16公里到肃楼峰 再走27公里就是赤山城 从这里继续走80多公里 就是中亚的大青石了 苏楼峰建于东汉 在博达岭山口的东南侧 约20公里处 曾历经汉塘两次修筑 是中国西部边境最后一座风火台 屹立一千余年 至今仍然大部分完整 它的内部成分为沙粒土 外墙以石块堆砌而成 高达7公尺 这座风火台 独自矗立在山间的历史滩上 距离最近的补给点 也远在60公里外 当年手边将士的老虎 实在较真难以想象 玄奘法十一行人 总共走了七天 才越过这道奇险的山区 冻死十几个伙伴 连骆驼马匹也难耐严寒而死掉了不少 是玄奘法师西行路上最严重的损失 史事沧桑难料 原本中外商旅往来不绝的伯达岭 在新元2002年中国和吉尔吉斯签署边界协定时 化归吉尔吉斯 国老的爱口也因为金矿的开采而封闭 如今在往昔通往爱口的路上 立有一座国界碑 格外让人又负经追袭之感 目前中国和吉尔吉斯的国界通道是在伯达岭西南边500公里远的图多尔特爱口 当地不再是天山山脉的范围 而是帕米尔高原的北端 海拔高达3752公尺 建有一座红砖大拱门 由于通关的手续严格 利用的人有限 反而是不少观光客 为了体会法师当年百折不饶的精神而到此一游 出了天山之后 寻葬法师来到大清池 当地人称为伊赛克 亦为温暖的湖泊 慈恩传签著解释说 青池以云涉海 见其对临山不动 故得此名 起水未必温眼 经过现代的探测 发现伊赛克湖 深达695公尺 是世界第二大深水湖 它全长170公里 宽70公里 面积广达11900平方公里 将近台湾面积的三分之一 以前的人把这里看成是圣虎 既不在里面捕鱼 更不会跳下去游泳 但是在俄国人治理后 打破古老的禁忌 让这里成为观光圣地 每当夏天来临 湖边就涌入大量的观光客 给附近的居民带来不少收入 丝绸之路在越过天山 即森林的天险以后 原本可直接取道向南 通往印度半岛 但玄奘法师 却沿楚河河谷而下 继续向西北走了250公里 前往宿叶城 玄奘法师之所以绕路而行 主要是身上带着高昌王 瞿文泰的亲笔汉 要亲自交给统业护可汉 借着这个姻缘 他心中也有一番盘算 统业护可汉 它是西图决国力最强大的时候 它强大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 就是说不仅控制西域各国 而且中亚各国也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 甚至它还联络东罗马帝国打败波斯 所以它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 除了圣大接待之外 同叶护可汉把军中懂得汉语 以及懂得西域各国语的人 把他们找来写了很多国书 那也就是说玄奘带着这些国书 到了西域各国的话 等于说又有了一个更多的一点的保障 这也是这个玄奘 它为什么必须要借 同叶护可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同叶护可汉是西图决时代的一个盛世 宿叶城就是现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城 历史上是胡商往来杂居的地方 西元2001年 俄国考古学家在托克马克挖掘 发现大量的中国古钱币 断定当地就是宿叶城 一句慈恩传的记载 玄奘法师就在这里遇到了身为贤赫的统叶护可汉 他是当时亚洲大陆最有势力的帝王 他劝玄奘法师不必前往印度 但玄奘法师意志坚定 统叶护可汉也就不再勉强 颁赐了一些礼物给法师 又相送了一程 历史的脚步总是起落无常 玄奘法师转身西行不到一个月 同叶护可汉竟然遇刺身亡 中亚再次处于群雄并起的动荡情势下 回顾历史发展 东西方的各大势力都曾经先后进出中亚 最先征服中亚的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国 紧接着是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率大军越过新都古石山 长驱直地北印度 中亚地区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城市与地名 多达四十多个 显示它所带来的希腊文明 对中亚的巨大影响 其中巴基斯坦西北方与阿富汗的兼陀罗艺术 正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下的结晶 另一方面 中国的势力也由于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而深入中亚 因此中亚草原上充斥着各大民族活动的足迹 随着历史的长河不断地变动着 大唐西域纪完成的时候 宿叶城还是西图决的王都 然而三十五年后 西图决被唐朝彻底齐败 这里成了唐朝的国土 而后的历史中 宿叶城一毁再毁 成了一堆难以辨认的黄土 却又注定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因为他是世界大师人李白的出生地 根据大陆学者郭默若的考证 李白出生于安西都护府的宿叶城 五岁时才回到中国定居四川江游 中国的中学教科书采用了这个说法 不过反对这种说法的人也很多 他们认为李白根本就出生在江游 而非遥远的西域 两方各有情依据 难以定论 吉尔吉斯当地人 非常以拥有这个先祖为荣 毕竟帝国声威只带来一时繁华 唯有不朽的文章 才算得上是千古事业 李白声明不费江河万古流 宿叶城也因此传送千古 成为这个身处亚洲内陆的废墟 所能拥有的最大资产了 从宿叶城再往西走两百多公里 到了千泉 这个地方位在吉尔吉斯首都 比什凯克附近 一边是吉尔吉斯山脉的雪峰 挥聚了几十条河流倾斜而下 流关了草原之后 住入楚河 由于水源丰富 因此林木茂盛 律意盎然 当时西图爵的王族都在这里建筑 避暑离宫 至今吉尔吉斯当地人 也还是把这里当成消暑 油气的好地方 从千泉沿着河畔向西行进 大约三百公里就到了古城塔拉斯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 把他叫做达罗斯 这是一座在中亚政治文化交通宗教等方面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城 玄奘法师来到这里的一百二十年后 西元七百五十一年 唐玄宗天保十年 大使帝国阿巴斯王朝的大军和大唐帝国高先知 同时同帅的三万多汉藩联军在这里遭遇 血战数日后 唐军由于其中一部犯兵叛变岛歌而大碍 高先知夺路逃回去之 一万多名士兵成了俘虏 其中包含许多金银和造纸的工家 他们被送往阿拉伯的各大城市中 从事劳役 使得造纸和指南针等当时先进的技术传入西方 四年后 安努山派遍 大唐帝国自顾不暇 势力从此全面推出中亚 以后五百年 中国国势衰微再也无力经营中亚 阿拉伯帝国信奉的伊斯兰教 成为中亚文化和宗教的主体 佛教和其他宗教逐渐示威 今日的塔拉斯既不见古老的城墙 更看不到当日的佛寺塔庙 只有少部分出土的佛像被收集在博物馆中 带着若干寂寥的身影 我们都知道中亚是在古代时期 至少在唐宋时期 这个地区基本上居民信奉的是佛教 但是到现在中亚地区大部分都信奉了伊斯兰教 我想这原因主要是由于九世纪十世纪 伊斯兰教在中亚兴起 兴起以后中亚这些国家 大部分都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 而且他把伊斯兰教作为国教 所以这样他的国民基本上都要放弃 要来信仰伊斯兰教 所以这样时间一长 中亚地区就逐渐的都信奉了伊斯兰教 佛教也从这一地区逐渐的摔落下去了 从塔拉斯再往西就是塔石干 这座大城是古斯路上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自然而然地成为商务重镇 充满了富庶繁华的景象 塔石干一指石头之城 唐朝石 西域来的湖山 如果自称姓石的多半来自此城 然而西元1966年 当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摧毁了所有的古老建筑 如今所看到的城区 都是重建后的产物 塔石干往昔的风貌 也只有在博物馆中才能重读风华 玄奘法师离开塔石干以后 就转向东南方前进 大唐西域记中描述 从此东南千余里 巧合的是 数十年后 大唐帝国的升危 仿佛随着玄奘法师的脚步而拓展至此 在那东西交通的黑暗时代 玄奘法师的影响不止限于宗教 更非一时一定所能形容 他像个提灯照路的人 所到之处无不光耀 至今拥有余温 玄奘法師离开